出埃及记献给逃出苦难 逃出莫比撒旦 要逃出来的所有的人 出埃及记 我没学过弹琴一些声明 一天没学过弹琴 因为我只要喜欢的 用手就能弹出来 说说说什么 另外一个说 关于做了好事 突然说 剪垃圾的了 你必须得说 你这个怎么回事 就每天去劳作感谢神 用自己的劳作 脑子永远想着那一棵树 在这西水盘 按时候结果子 如果这果子不结 你心里非常难过 我对不起谁 这是生活细节上 从圣经给我的感动 把我们班同学全吓跑了 跑走两口 一边转一边哭 挖挖的哭 就是拿这个糖 只能挖秋野 泥秋鱼 碰上了就不错了 能拿出来 活着就吃的 我们小的冬天我们吃水益 就是得去吃槐树皮 老小蝌蚪 吃过蝌蚪 就是那个滚倒 全部是个暖气滚倒 去抓牢树吃 三年灾害的时候 六年年 一般没经历过 没人知道 所以说六年年出生的人 基本上啥也不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 受的苦就苦 为什么把所有人 排成三六九等了 你算老几呀 大X是个误啊 你是什么东西呀 刚才说过 你放屁比谁都臭 演员胖得极高 装什么 别装 演员是什么东西 发这些东西的人 我就不愿意理喻他 演员在圣经里边 讲的是非常重要的 在前面 你必须赞美神 立为人 你不赞美神 你能干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人一装 世界就变了 整个人就变了 这个戏剧创作 是带领着时代前进的呀 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没有人去想 就会崇拜一个 放屁特臭的人 比你还臭的人 你不争 来的人挺多的 全人来 你这属于打岔了 今天人来 多打岔了 你说什么都 接级斗争 该你了 你说是垃圾 你说是雪山 要没有雪山 我就不来 你本来就 那个对 但是我们有一个弱点 信欲不信的一个弱点 就是我们信人 看人 你们千万别看我 我很多问题 千万不要看我 但是我在分享圣经的时候 我的改变 有某种地方能感动你的 我就感谢神 而不是我 我没有能力改变 改变任何事 我没有能力 我人生唯一一个目标 就是像圣经诗篇 第一章 一至三节 雅 不从恶人的寄寞 不占罪人的道理 不做泄脉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成了脸子 它要像一棵树栽在西水中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就这东西 这东西 当时有这么大一盘菜 简直就疯了 网上传出来的新闻基本都是假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有智慧的人基本都能知道 特别重要的是我没用过推特 我没有推特账号 所以推特上所有的我的名字 就孙海英的都是冒充的 都是假的 中国是不可能有推特账号的 那是违法的呀 是吧 说清楚了啊 全网我只有一个油管的频道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好吧 愿上帝祝福你们